这个尽头发门 乃弥陀驻真实会 从真实之际之所开化现实 故为佛于佛难能究竟 这是说出 尽宗 何以这样殊胜 是阿弥陀佛 真实智慧当中流露出来的 真实之际就是真如此性 直接的它不是间接的 许许多多的佛法 真实之际透过阿赖耶识 变现出无量发门 那么这个发门没有透过阿赖耶识 所以它直接了当 看起来怎么那么容易那么简单 就叫人难以相信 道理在此地 这几句话很重要 能把我们对竞争很多疑惑 我们对这个发门 我们对这个发门老师有很多疑问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能清楚 恢复我们的亲近心 静中常想 心静则佛土静 我们的心 总是有疑惑 所以 总是不能亲近 不能亲近 头一个原因 就是拥护 坚固的我知 精干精善讲的 我见 我见什么那是 我见 我爱 我慢 我吃 四大烦恼 长相随 这是四大烦恼 余生俱来的 所以谜 就是个病态 觉悟呢 你就恢复正常了 这个病态要遇到云 他就生病 不遇到云 没事 所以由这个病因 他潜伏 他不起作用 遇到云 他起作用 让你身体的健康细胞 转变成 带病毒的细胞 这就你得病了 我们得病的原因是如此 这个道理搞清楚了 我们在回转头来看 现在这个社会 现在社会不正常 实无前例的混乱 再看 地球的状况 地震 海啸 气候返长 五骨 欠收 干旱 水灾 还带着瘟疫 物种 大量的在地球上消失 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这灾难 灾难怎么起来的 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人 心念所感应的 过去地球上住的这些人 有老祖宗的教会 大圣 大贤人 教会 宗教里面的神圣 佛门里面的佛菩萨 地球上 居住在地球上 居民人心 成厚 他能 接受 身心健康 家庭 活 活 风调 风调 于分 没有这么多自然在海 那么现在地球上的居民 不要祖宗 不要祖宗 不但祖宗不要 父母也不要了 自私自利 齐心动念都是损人力 这好得了 任意破坏自然生态平衡 制造社会不安 地球处处 灾病 平凡 道理在此